女人正在湖里洗澡 下半身突然有义务钻进了苦茶里 她连忙寻求一旁男人的帮助 男人见状小心地走近 此时女人吓得完全不敢动 已然失去了自主能力 男人只能试图伸手去摸 占了便宜的她 露出了一丝坏笑 但她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手忙脚乱地扔掉抓到的蛇 成功救了女人后半生的幸福 谁也没想到 两个原本流入荒岛的陌生人 这次意外让他们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早在一年前 女人当上了时尚杂志的主编 从此在事业上顺风顺水 很快晋升成为经理 不久后 相爱多年的男友向她求婚 还制定了六天七夜的小岛蜜月旅行 可还没玩两天 女人就接到了老板打来的电话 要求她回来加班 为了保住饭碗 女人只好先回去忙工作 让男友在岛上等自己 随后 乘坐岛上的小型飞机离开 谁知飞到一半 突然刮起了狂风暴雨 飞机不慎被雷批重 导致飞机的无线电损坏 无法联系到塔台 飞机很快在大雨中迷失了方向 机长颇音 只能先在不远处的荒岛降落 但在降落的过程中 飞机的一次起落架被岩石折断 下一秒飞机就失控 扎进了沙滩 等到第二天雨停后 两人才发现 已经彻底脱离了航线 手机也没有一丁点信号 如今唯一能离开小岛的办法 就只有奎音的信号枪了 次日一早 罗平被一阵飞机的轰鸣声吵醒 他急忙去喊奎音发射信号枪 谁知奎音喝得烂醉睡得老香了 无奈之下 罗平只能掏出奎音腰间的信号枪 但就在他准备发射的时候 烂醉的奎音突然一个转身 绊倒了罗平 导致信号弹直接打到了一旁的树上 这把罗平气得是破口大骂 奎音也在这个时候迷迷糊糊的醒来 当他看到空空如也的弹夹 和莫名躺枪的棕榈树 彻底清醒了 在他对罗平的行为表示不解时 罗平生气的责备他 因为烂醉 导致他们错过了获救的机会 不看不要劫 一看奎音差点吐血身亡 那可是一架时速600公里 飞行高度高达5英尺的喷气客机 就算核弹爆炸 他们都不一定能看得到 奎音大骂罗平无知 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而罗平怼他是一个三流飞行员 害得他流落荒岛 对方互相看不惯 但又不得不一起外出来寻找淡水 毕竟失去唯一求救工具的他们 不知道还要被困在这里多久 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罗平渐渐发现 奎音起码是个踏踏实实做事的男人 跟着他不至于饿死在这里 而罗平虽然总是叽叽喳喳 但也给生活单调的奎音 带来了一丝乐趣 身为时尚编辑的罗平 流落荒岛时也不忘打扮自己 奎音则一心研究如何生存 辛苦了大半天 将自己裹成了一个粽子 男人将自己裹成粽子 引诱不远处的绿毛鸡 将其引诱到自己饭桌上 再配上香甜可口的果酱 把饿了几天没吃肉的罗平缠哭了 两人饱餐一顿后 站在海边欣赏城市里 没法看到的满天星空 瞬间感觉流落荒岛 也不是很糟糕的事情 到了第二天 两人登上山顶之后才发现 这座岛并没有出现在地图上 这意味着 他们被搜救队发现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在两人陷入绝望时 远方出现的邮轮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而且邮轮还在准备下矛 可他们已经浪费了唯一的信号枪 只得火速下山 划着皮划艇去救 愣是在海面上飘了一夜 眼看离目标越来越近 罗平发现 邮轮竟然多出了一艘 昆英察觉不对劲 拿过望远镜一看 发现他们准备求救的邮轮上 全是海盗 立马制止了罗平的呼救 调转劈艇方向 拼命往反方向划去 罗平看到奎英的反常行为 才察觉到不对劲 用望远镜一看 发现海盗们惨无人道 居然杀光了无辜的人 此时奎英拼命划着皮艇 不料皮艇鲜艳的外表 还是引起了海盗的注意 而且罗平正好和海盗 来了一个对视 这下玩球了 三名持枪海贼 乘坐燃油的皮划艇 气势汹汹的追来 一旦被抓到 两人必定是死路一条啊 奎英连忙使出浑身卸数划艇 眼看即将靠岸 海盗直接拿起机枪 疯狂扫射 为了保命 两人只好弃船跳海 拼命的游到岸边 海盗也紧随其后 等到两人跑进茂密的树林 奎英指使罗平躲到另一边 自己则留下用陷阱 正面对抗海盗 好在奎英的身手还算不错 很快打倒了两个海盗 罗平健壮 也抄起木棍补刀 但他们忘了 对方是三个人 没一下 罗平就被挟持 奎英也被迅速制服 海盗随即准备宰了他们 罗平谎称 岛上有黄金 他们两口子正是为了这些黄金而来 奎英立马心领神会 喊罗平老婆 海盗信以为真 让两人带路 当海盗稍不注意 两人快速滚下山坡 获得了短暂喘息的机会 但很快 他们就被逼到了悬崖边 只有跳下去 才能博得一线生机 罗平十分害怕 奎英健壮 直接给了罗平一个吻 然后趁其不配 一把将罗平推下悬崖 紧接着自己也跳了下去 侥幸从海盗眼皮子底下逃跑 此时 远在酒店的罗平未婚夫 和奎英未婚妻 终于收到了两人失踪的消息 酒店很快派出了直升飞机 出海搜救 可找了许多天迟迟没有消息 双方的另一半都坐立难安 互相安慰 结果安慰着安慰着 安慰出了感情 率先没抵挡住诱惑 给罗平和奎英戴了帽子 与此同时 罗平和奎英 在经历过一次生死冒险之后 彼此之间有了异样的情愫 只是两人还算理智克制住了冲动 虽然暂时躲过了海盗的追击 但他们必须尽快 找到离开荒岛的办法 在逃跑途中 两人发现了一架 遗落在树林里的飞机 但飞机已经和大树融为立体 没有修复的可能 不过这里可以作为 暂时歇脚的地方 两人白天都经历了 这辈子没经历过的遭遇 晚上好不容易回归了平静 但两人的内心却久久无法平静 两人努力克制住内心的冲动 就这样相安无事地度过了一晚 第二天清晨 罗平被一声巨响惊醒 发现奎英已经自信地 爬到荒废的飞机上 很快 废弃飞机上的两个福桶 被卸了下来 两人将他们拉进水中 艰难脱行 这是他们眼下 唯一能逃出荒岛的希望 但渐渐地河道变窄 形成了一段又一段的瀑布 可他们必须经过这条河道 才能将沉重的福桶 运到指定位置 但稍有不慎 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 面对着空前的挑战 昆英率先带着 其中一根福桶下水 不料 湍急的水流和陡峭的陡坡 导致福桶失控 更难顶的是 牵引福桶的绳子 还挂在昆英的脖子上 昆英随即连同福桶 一起被水冲到了下游 罗平焦急地查看昆英的情况 好在下游的河水足够深 昆英并无大碍 接着在昆英的经验指导下 两人顺利地拖着福桶 来到了海滩 准备装在来时乘坐的飞机上 说干就干 两人利用砍来的树枝做支架 然后将绳子穿过支架 绑在飞机的机翼上 通过收缩绳子的工具 将陷入沙滩里的一侧机翼 抬了起来 紧接着 两人又找来无数竹筒 在飞机的起落架底下 挖出一个大坑 然后将浮筒放入大坑 两人越干越有劲 仿佛离开荒岛的曙光就在眼前 飞机的起落架正好能卡进浮筒 再在飞机上凿开几个洞 穿过提前绑好的竹筒 很快 一架能在海上起飞的飞机出现了雏形 可就在两人调整部分细节时 突然传来了一阵异想 紧接着 炸弹在身后爆炸 原来是先前没有抓到他们的海盗 折返了回来 一副要将他们赶尽杀绝的嘴脸 不断的朝他们发射炸弹 奎音不幸受伤 罗平连忙将他扶上飞机 但海盗仍旧持续不断的朝他们轰炸 看到飞机成功被启动 海盗老大气不过准备亲自上手 此时飞机已经进入水中 加速朝海盗所在的方向试来 海盗的导弹也上船完毕 飞机上的两人拼尽全力 拉动操纵杆 终于在距离海盗船100米的地方成功起飞 与海盗发射出来的导弹擦肩而过 但海盗们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 就这样 两人成功地逃离了荒岛 但奎音无法坚持到着陆 紧急给罗平培训飞机驾驶技术 现实情况也容不得罗平拒绝 殊不知 久久没有两人消息的家属 已经开始举行他们的葬礼仪式 突然远处传来飞机的轰鸣声 罗平成功驾驶飞机回到度假小岛 但如何平安降落成了关键问题 罗平努力回想奎音昏迷前交代的步骤 可毕竟是第一次开飞机 在接触到海面的一瞬间 飞机就失去了控制 不过 好在飞机的下方装了斧桶 两人也算是平安着陆 虽然两人成功得救 但眼下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两人各自都有另一半在等着他们回家 不过在他们流落荒岛期间 他们的家属之间也发生了一些意外 在岛上休养的这段时间 罗平终于下定决心 准备和未婚夫坦白 他觉得两个人之间 一旦有了阴影就不能结婚 未婚夫还以为自己的背叛被发现 他努力跟罗平解释 他那天完全是一时冲动 可罗平一脸懵 两人这才意识到 原本是婚前蜜月的旅行 就让他们各自在途中 找到了另外一个更适合的人 随后 两人心平气和的成全了对方 直到罗平即将离开时 奎因也意识到 罗平才是他的心知所向 他带伤在机场上狂追 可罗平搭乘的飞机已经起航 就在他以为 他要这么错过的时候 罗平从飞机上走了下来 故事最后 两人就此过上了 没羞没臊的生活 好 好 感谢观看